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荣幸能与对方便有一起讨论这个关于毁灭的话题 我们终将毁于我们所热爱的 为什么我们会觉得 好像我们会毁在我们所热爱的东西上 我们在焦虑什么 我那么爱那个女孩 但当我在这段感情中不断地甜蜜复出时 总觉得会有那么一丝隐隐的不安 万一有一天她不爱我了怎么办 但热爱完全没有利润的结果 我爱她 我越来越把生活中所有的热情和希望 全都放在她的身上 我爱得发狂 爱得不能自已 然后终有一天 她从我的生命里消失了 我的整个人生都毁掉了 热爱让我们失去自我 因此它是危险的 如果恐惧和热爱都是危险的话 恐惧更像是电文拍 而热爱更像是灭文灯 在恐惧的围捕中 我们尚有可逃之处 但在热爱的诱惑下 我们每个人都像是扑火的飞蛾 如果我们把视野从个体扩大到全人类 我想起了赫旭黎和奥威尔 他们都曾经问过同样一个问题 人类将会怎样灭亡 奥威尔所担心的是 书籍将会被禁止流传 赫旭黎所担心的是 书籍根本不用被禁止 因为人们将自发的不再去阅读书籍 奥威尔所担心的是 有人将剥夺我们获得信息的权利 赫旭黎所担心的是 我们将面对太多的信息 以至于只能被动接受无法自拔 奥威尔担心真相被掩埋 赫旭黎担心真相 将会被无关的海洋所淹没 奥威尔担心我们的文化 将会被禁锢变成一片荒漠 赫旭黎担心我们的文化 将会由于琐碎而杂脑重生 打住我微不足道的事物而感到痴迷 奥威尔提防那些无所恐惧政务的 而赫旭黎则担心 人类将会由我们所圈爱的一切 这有PPT啊 今天我们阅读越来越少 却娱乐越来越多 新闻越来越少 却八卦越来越多 当我们正盯着一条明星的绯闻 兴奋不已的时候 不就是在印证着赫旭黎的预言吗 娱乐之四 我们正一步一步走向我们所热爱的 为我们挖掘的坟墓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